最短的時間我們做出 最好吃的料理 最好吃的料理好了 補了很多的那個泡泡 對 那個就是不要的 你看我們的馬鈴薯已經 登登 哇 已經鬆了 為什麼你們都可以在冷氣下面用餐 媽媽在這麼水深火熱的地方 煮好吃的東西給你們吃的 媽媽很辛苦啊對不對 水是火啊 對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六姨 哈囉大家好潘 今天呢我們來到了哪裡 我家 對啊 你手上這隻是誰 我今天要煮的料理 今天要煮的料理 大家都敲碗說要來看媽媽的拿手菜 沒錯 但是我媽媽她很謙虛 她說這不是拿手菜 這是我隨便煮的 新冰箱料理 所以我今天會當她的一日助手 嗨 她是我媽媽 要什麼稱呼 寬媽好了 我們現在看冰箱有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OK 現在我頭腦裡面也沒有什麼概念 隨性發揮 馬鈴薯 馬鈴薯感覺就是會變成某種料理 你要說這話 紅蘿蔔 番茄好嗎 好啊 這是陪一盞拜拜的水果 蘋果 來一個蘋果 我們來做一個咖哩雞 好耶 很簡單的喔 我來當一日助手好了 不然我在這感覺也沒什麼用 真的啊 可以先幫我剁雞嗎 雞 雞這個 為什麼你削那個還是很快啊 對啊 很熟練耶 對啊削好快喔 因為我是媽媽 應該每個媽媽都這樣的 媽媽這個雞肉要怎樣剁 我剁一隻還是全部都要剁 那全部都剁啊 我們今天不是要煮一鍋嗎 天氣太熱了 我想弄一鍋 然後就可以滿足大家 最短的時間我們做出 最好吃的料理 最好吃的料理 好了 苦惱的阿寬 我現在是要這樣剁嗎 這樣子 剁 哇 吃飯 我跟你講你要這樣這樣好不好 三個 三個 好 會不會等一下手就在那裡了 我覺得有可能 要小心一點耶 剁肉的同時呢 我們要先弄一鍋水 好 弄一鍋水是我們等一下要汆燙那個雞肉 大概就這樣就好了 好 我想問一下喔 是 我這樣子剁雞 到之後那個雞肉好不好吃 跟我會有關係嗎 應該沒有關係啊 賣相比較不好 那沒關係 我們是在家裡吃的 沒錯 你好了呀 我好了 還是交給你好了 寬媽都很超前進度耶 我們一定要壓縮在廚房的時間 廚房實在是太熱 喔真的 剛才那個火開下去已經開始有熱氣了 對 我整個已經越來越順手了耶 真的嗎 我看一下 你看 還有油耶 過半半 我也很怕 媽開始要閃了一下 真的很可怕耶 有沒有 這樣子 這樣是對的嗎 是正常的嗎 他不敢講的話 養他那麼久 他第一次幫我的忙 今年28歲了耶 剛剛阿寬把那個雞肉剁成一塊一塊 我們先把它燙一下 在燙的同時 還要做什麼事呢 在燙的同時 我們利用時間 菜店先洗一洗 喔對 這很重要耶 媽媽你平常煮飯真的會這樣洗嗎 一定會啊 一定要啊 不然會細菌感染耶 看你的身材就知道啊 不然怎麼把你養得這麼壯 真的耶 手腳真的超俐落的 我們馬鈴薯不要切太小 因為它等一下下水的話怕會糊掉 喔不喜歡吃糊掉的 對 糊掉的話就失去它的原來的味道了 番茄它有切紅素 那又可以焢湯 這個是用最快速的方法 做成比較營養的東西 你看我們現在雞肉燙完 它上面浮了很多的那個泡泡 對 對那個就是不要的 哇好香喔光是這樣燙肉 你看我們自己在家吃 我們肉就可以大氣一點 對 那在這個同時呢 我想先熬一些湯 好 因為我想把這些精華先熬出來 我們再用這些精華 煮我們的雞肉 這樣雞肉的甜味什麼 都會比較充分一點 哇 我現在拿鍋子喔 OK 不知道要幹嘛 對啊 那你來幫我加水 把那個水加進去 加水 你的功能大概只有這樣 真的耶 這樣是國小生也會的 哇你好厲害喔 我會加水耶 這樣可以嗎 喔有點多 搞砸了 不會啦 好沒關係 好啦 我是冰餐的 嘴巴說沒關係 然後就把它倒掉 這個是番茄 茄紅素 哇 茄紅素 紅蘿蔔 這麼多東西 然後你說這是最簡單的料理 因為就冰箱啊 冰箱有的 你就把它全部都加進去啊 我還第一次知道咖哩是這樣做 因為我們都是去買塔利包 來 蘋果 我煮飯不喜歡加太多的調味料 所以我都是用比較天然的東西 那反正成一掌我都要拜拜都會買水果 對 那我們就用水果的甜分加在我們的 湯頭裡面 湯頭裡面 所以我們就不用加糖了 我們不加糖的 因為有洋蔥有蘋果 還有紅蘿蔔這些東西 看起來很漂亮耶 是嗎 很紅啊 好 這樣都把它下去 好 大氣一點 水果也可以做到這種東西 當然 阿寬你站在那邊很定位 你把我的鍋子拿到外面去好不好 拿去吃 你擋住寬媽的舞台了 抱歉抱歉 我比這個狗還不如 狗至好還可以在下面傳說自如 對啊 因為咖哩的本身它的油脂就已經很多了 那我們今天又用了雞肉 那本來洋蔥呢 是應該要先炒一炒它的香味才會出來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太油了 在那麼熱的天氣下 我想弄清淡一點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把它加進去 哇 好 這樣 好 都不要調味囉 所以這就是它的湯頭 湯頭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到電鍋裡面去 然後等它跳起來 我們就來煮咖哩 我們一點調味料都沒有 等一下你們可以來試試看 那為什麼有饅頭 這是 這是早餐啦 這是早餐 然後放進去 一杯水 好 外鍋一杯水 給它鑄進去 好 切下去 然後你來 你來 關鍋蓋切 切開關 哇 這樣子做這種工作 對不對 按下去是嗎 對 好 你電源沒關 那為什麼不用瓦斯爐煮 要用電鍋呀 因為呢 用瓦斯爐煮 天氣這麼熱 媽媽 會邊流汗邊煮邊不甘願 所以我們用電鍋幫我們 幫我們的忙 媽媽不會太辛苦 吃到一個重點 他說媽媽會煮的不甘願 對啊 為什麼你們都可以在冷氣下面用餐 媽媽在這麼 水深火熱的地方 煮好吃的東西 給你們吃的 媽媽很辛苦啊 對不對 然後還吃不完嗎 然後就更生氣 然後越煮會越火大 所以煮出來料理都不好吃 那我們先用電鍋 幫我們第一 也不用購火 對 對不對 然後第二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時間 我們去做別的事情 而且用電鍋也很安全 對 很安全 對 那我們這些呢 先把它放著 那等電鍋跳起來呢 我們就一氣呵成 就把它完成了 好 沒問題 跟大家介紹 他的名字叫做小丹 超可愛的 小丹嗎 然後還有一隻狗狗 嗨 嗨 嗨 他是這個妹妹 妹妹 他是什麼貴賓啊 紅貴賓 紅貴賓 還有一個黑色的 他在陪我媽煮飯 他每天都陪我媽煮飯 他每天都陪我媽煮飯 雙雙 黑貴賓 那裡還有一隻 他就是小Pitty 順便跟大家來介紹一下成員 就陪我媽煮飯了 你還在想要等吃的 是嗎 阿快你可以幫我開火嗎 這個 你會開火嗎 完蛋了 不會 會耶 這些洋蔥呢 紅蘿蔔呢 我們可以依序的把它放進來 你看我們的馬鈴薯已經 登登 哇已經鬆了 很大塊耶 很鬆很鬆 我們要煮咖哩飯 那我們咖哩雞塊呢 對 糟糕 再找一下 有了有了 家裡必備的佛蒙特咖哩 對 這個是我們家裡一定必備的 打開是有兩塊 那因為我們今天 全家大家要一起吃嘛 所以就不要客氣了 我們就全部都放 我通常會選甜味 不敢吃辣的人 甜味剛好 如果是敢吃辣 不敢吃辣的 放辣味的話 他應該是沒有辦法接受 那如果喜歡吃辣的人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加一點辣粉進去 好 放到這個熱湯裡面 讓這個咖哩讓它融化 可是融化的過程 你要稍微拌一下 因為我們怕它會沾鍋 等一下會燥會搭 因為這裡還有很多的 精華的湯 對 我們就用這些湯 不要浪費我們都不要浪費食材 沒錯 我們再弄一個 小小的鍋 我們來煮一個很簡單的湯好不好 好啊 喜歡喝湯 既然是清冰箱的概念呢 那我們就來看冰箱還有什麼 好 這個柴魚好不好 柴魚 柴魚 這樣遠看很像霸虎 不是柴魚 這個柴魚 這是我去北海道的時候買的 可是現在也不能出國嘛 還好那時候有買 對 那現在昆布就是這樣子 我們不要太多喔 大概是這樣就好了 不用太多 因為我們湯也沒有很多 白粉呢 這些上面有一些白粉 對 就不要洗掉 所以它上面白粉是 是它的精華 媽媽說不出的東西都說是精華 你也是我的精華 你是我最精華的 最愛的 最愛的 我放傘 我放傘 真的耶 哇 傻這麼多啊 大氣大氣 剛好冰箱還有一包金針菇 這是上次吃火鍋剩下的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金針菇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因為金針菇 因為那個咖哩的話 要勾勾的感覺 對 那我不喜歡放太多勾芡的東西 因為那個我覺得 有點對身體有點負擔 因為金針菇有多糖體 它本身就會有 勾勾的一些作用 正合的香菇都可以喔 對 只要是菇類它有多糖體 它就會散發 散發一些稠稠的東西 就是天然的 天然的勾芡的東西 這麼長 吃到牙齒可能會咬口 對 而且會變成明天見 對 對 然後呢 我們就很簡單的把它 對切 對 隨便你怎麼切 因為剪刀是我 最愛的一個工具 我們就把它丟下去 這生的欸 生的啊 正常啊 正常啊 阿寬你來幫我試一下 鹹鹹好嗎 要調整濃一點 稠一點 淡一點 鹹一點 好像有點鹹 有點鹹 水好嗎 好 煮飯真辛苦 真的很辛苦 是不是知道媽媽很辛苦 你看這樣一鍋 可以滿足大小 對啊 這樣子好大鍋 現在把馬鈴薯丟進去 然後我們完成 等它滾起來 我們等一下就開桌囉 耶 太好了 謝謝 好簡單喔 我希望呢每一個媽媽都能夠 用清冰箱的原理 將就將就的煮 可是我們一定要很講究的把營養煮出來 哇 完成 就這樣 OK 謝謝 大功告成了 咖哩飯 我們家每次都是這樣一鍋 然後中間放著這樣子 如果你覺得不夠 湯汁不夠的話 直接撈 我們有時候都會把咖哩吃得很像泡飯 因為我就喜歡重重的口味啊 就是燴飯的感覺 對 因為咖哩很容易就乾掉了 所以我媽就會準備一鍋在這邊 然後一直加 哇 很爽喔 看起來就很厲害 對 而且我覺得 這鍋裡面最厲害的就是那個雞肉跟馬鈴薯 超鬆的 而且剛才的擺盤也超美 就是一個大盤子 然後上面有一坨飯 然後上面淋了醬汁還有蔥花 對啊 你看這馬鈴薯 它這樣一用夾的喔 它直接 散掉 哇 這真的超厲害的 因為你吃進去的時候 會有那種呼呼的感覺 而不是用咬的 我覺得這馬鈴薯最好吃的 而且你後面的貓很可愛耶 怎樣 它比一個八耶 對啊 超好吃的喔 而且你的醬汁真的加了好多 我喜歡吃這種咖哩啊 雖然它的咖哩口味外面是寫中心 但是你會覺得會辣嗎 不會辣 不會辣喔 完全不會辣 所以怕辣的人也不用緊張 對啊 如果你覺得不夠辣也可以加這種辣粉 超貼心的啊 你可以自己準備 你真的很有事耶 我其實平常真的蠻少吃咖哩飯的 我之前吃咖哩飯的話 最常吃的時期是在 我在Seven工作的時候 吃報廢 狂吃報廢 都沒有人要買咖哩飯耶 我覺得Seven咖哩飯很好吃啊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醬太少了 然後有點太乾了啊 而且它整個料就是馬鈴薯啊 就有點尷尬 有點無聊的配料 但是我們今天的配料非常得多 非常的有聊 對 非常有聊 有馬鈴薯還有肉還有紅蘿蔔什麼的 就是我們剛才切的那些 好好吃喔 尤其是它上面有加那個青蔥 會整個提升它的風味耶 可能是因為我們剛才那個蘋果的功勞吧 因為平常的咖哩飯是吃不到那種甜味 對耶 這樣的時候我才發現 對啊 然後這上面還有我很喜歡吃的金針菇 好好吃喔 真的好吃齁 真心好吃 這是你剛才切的 會不會吃到你的手指頭啊 我剛剛是吃到有一點碎骨頭啊 來囉 而且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 都是在全臉都買得到了 輕了一舉就可以拿到 沒有什麼特別厲害 很難得到的食材 所以大家在家裡的話可以自己試試看耶 太好吃了這個肉 如果吃不完的話 大家還可以用保溫盒 給它封起來 冰到冷凍 你想吃的時候 人家給它微波加熱 又是一道料理了 對啊 兔子餓消夜的時候就可以吃了 直接拿出來加熱搞定 你看這樣一鍋 超美的 超好吃 認真 我覺得在外面啊 大概是 200以上我都還可以接受耶 真的喔 這個咖哩飯 太強了啊 那今天就是我們邀請媽媽來幫我們煮飯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可能還會有下一集喔 先丟一個咖哩飯出來給大家試個水溫 對 大家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分享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在家訪念的你們 那影片結束囉 欸 妳還沒下班耶 好啦 後天再見了 小丹 這是劉宇最愛的貓 對 丹丹 但是她最不理的 爸爸 妳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 拜拜 妳知道我肉為什麼不要一開始就下去燉嗎 為何 因為那個肉如果下去燉的話 它的肉會太老 就不會吃起來就不會這樣子 很嫩很Q很Q 讓它熟了我們就就就就好了 這樣子比較好吃 難怪 對 然後那個蔬菜先下去弄 因為那個馬鈴薯也會有那個勾勾的效果 所以一點 一點其他的勾芡的東西都不要加 對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健康比較營養 真的超讚的 我吃過最好吃的咖哩飯 謝謝 希望妳們喜歡 好 好